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273回 几乎在同一时间 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像 漠然之间从高空时爆发而来 接着呢 一股不知何来的庞然气 距离猛地击在了高空的禁制上 禁制所化白气 在此距离一击之下 仅仿佛只糊的一般呢 不堪一击 不但一声闷响的寸寸的碎裂而开 雾气呢更是被狂风一卷之下 在高空被扫荡一空了 而在这股距离一散之后 一道窈窕的身影呢 就无声地浮现在了高空中 并居高临下地将寒厉冷冷一眼望去 目光啊 冰寒刺骨 一落在寒厉的面孔上 竟然隐隐的又针扎的一般的刺痛之感 很好 从那名人族修士搜魂中得到的情报 果然不错 果然是你啊 女子目中冷光一闪 开口吐出了让寒厉心中一跳的话语出来 他虽然不知道对方到底是什么来头 但听口气呢 却明显是一名高阶的魔族 而且啊 似乎呢 还认识他 寒厉虽然心中大感疑惑和惊怒 但是眼下自然不去想其中缘由啊 抓出的五指猛然之间往怀中一拉而回 三头六臂的金身法像光芒一闪 竟直接的呢 化为了一团金光 同时呢 包裹着木盒和那一小团亲戚 奔含力击舌而来 空中的女子目睹此景 先是一愣 但是目光一动 看见了木盒和亲戚之后 脸色默然一变 又失声出口 啊 这魔索 混沌之气 原来你在借助此处的阴火 提起混沌二气 这女子显然呢 也是一个果断异常之人呢 几乎呢 在话语出口的同时 袖子冲着下方立刻一抖 一道白萌萌痞练 从袖中击舌而出 一个闪动呢 直接横跨了数百丈的距离 到了金光的正上方 略微一顿 就闪电般的往下一缠而去 竟是一块 仗许大的白色的丝帕 但是表面呢 荧光闪闪 遍布符文 明显呢 是一件一宝 此宝呢 在女子一催之下 竟打算半途将镇摩索和混沌之气 硬生生的结了去 而几乎呢 同一时间 寒历盘坐在巨坑的旁边 也突然呢 传来了两声地动山摇一般的启响啊 无数的碎石齐飞之下 两只灰白色的巨大的石手 从地下一出而出 并从两侧呢 狠狠的往寒历一拍而去 石掌尚未真的击中寒历 但是两股无形距离就已经让着寒历啊 身形一宁 仿佛数万斤之力呢 同时加深一般 寒历目睹这一切 惊怒可想而知 但是心中呢 倒也并没有真的惊慌失措 他一声冷恨啊 分手一掐绝 默然口中吐出了一个豹字 原本包裹着木盒和混沌二气的金光 狂闪一下之后 竟然一下子化为了一圈金色的光韵 暴力而开 金色光韵波及之处 虚空为之扭曲模糊啊 那白色的丝帕 纵然说玄妙无比 但也不禁为之一宁 使缓一下 而就趁此机会 突然一只青色的大手呢 从附近虚空一闪而出 以驯为不及眼味之势 一把抓住了木盒和亲戚 接着那大手一化 化为了一道淡淡的人影 正是灵区所化的律夫韩利 此灵区刚一现身而出 就单手一掐绝啊 直接的化为了一团青光 在原处虚空消失不见了 同一时间 原本呢 盘坐在地上的含力 体表呢 金光闪动 身躯一下子冒出了浓浓的金毛 并一下子狂胀巨大了起来 一个呼吸之间 就化为了一只 十余让高的金毛巨元 原本坐用其身上的巨力 轻刻之间 仿佛荡然无存了 不但如此啊 金毛巨元一变身完毕 就立刻聚吼一声啊 两手握拳呼呼两声 狠狠击出 倒向了分别迹象拍来的巨大的石掌 两声惊天动地的巨响过后 巨元一声闷响 连腿竖不出去 而两只巨大的手掌 则碎石乱飞 竟有小半部分呢 是凭空 消失不见了 这个时候 巨元身后 空间波动一起 一道淡淡的轻盈 拖着木盒和一团清光 浮现而出 往前一扑之下 就直接的没入到 巨元身躯中 无影无踪了 与此同时呢 金毛巨元一声怒吼啊 张口冲空中女子一喷 一道奇粗的金色的光柱 一闪而出 而巨元自己却一个打滚啊 在轰鸣声中 化身为一只银色的巨棚 生有四尺 浑身银湖缭绕 此棚只是四尺一盏呢 就化为了一道清白光丝 没入到虚空中 数百张外 波动一起之下 光丝浮现而出 但为之一颤过后 就再次的消失不见了 韩丽自觉如今的状态不佳 眼前的女子呢 明显的又高深莫测 竟毫不犹豫的 立刻飞顿而去 变化成了四尺俱鹏的她呀 顿速之快 连那上次的三具血光化身联手 都一时没有办法追击 故而呢 她对自己的顿速 那是自信异常啊 空中身材苗条的女子啊 单手一挥之下 一道漆黑见光 从天而降 将射到近前的金色的光柱 轻易的是一盏溃灭了 但就在这片刻的耽搁呢 巨鹏就已经到了极远之处 只能隐隐约约的 看到一个黑点而已 想跑 既然本座见到你了 不将你抽魂炼破 哼 哪有那么便宜的事情啊 空中女子扫了一眼 远去的黑点 目中寒光一阵流转 冰冷的说了一句 随后啊 孙女单手向下方一招 下方地面一阵轰响啊 两头巨大 使人一下子从地下彻底的现身而出 并在女子发折一催之下 往半空同时一飞而去 结果妖界 晦继成了一团巨大的灰白的光球 并发出了耀眼至极的光芒 而这个时候 女子身形移动之下 直接化为了一团黑气 往巨大的光团中视一扑而去 并一闪的没入其中 眨眼的功夫过后啊 刺目的光芒一连 半空中竟默然多出了一座 数十丈高的石垫出来 此大殿 烘铁灰白 十几根垫柱 笔直粗广的树立在那里 给人一种 忙慌特有的美感 女子呢 就要停停一立的 站在了大殿中心处 日足轻轻一点 足下的石垫 口吐一个锥子 石垫的表面 立刻呢 泛起了一层白蒙蒙的灵光 一探之下的积枝而出 流星赶月一般的直追寒里而去 这石垫呢 看似笨拙 但是 移动之下呢 却直接的横跨了百丈之远 顿速之快 竟不比前边 韩力所画的四只巨棚呢 慢上多少的 在前边 及时的韩力 自然也发现了这一点 心中骇人之下 却越发的不愿停下 和后边追兵 轻易交手呢 对方呢 明显不是普通的 魔族尊者 他可不愿在混沌之期 已经到手 而自身状态不佳的情况下 和对方呢 进行生死一搏 而且此女散发的气息啊 不但让她感到极其的危险 还略微呢 有些熟悉的感觉 这让韩力心中 没有弄听对方来历之前 更不愿意冒失的 与之交手呢 即使说 他所画的巨棚顿速 只比对方快成那么一线 但是 只要时间一长下来 自然有机会 彻底的摆脱对方的 故而韩力心中 虽然满是疑惑 但是此刻 也只是全力的催动法力 一个劲的 鼓动四次啊 向前逃顿而已 以二人惊人的顿速 棒着石沉之后 就顿出了百万里之外 这个时候呢 韩力啊 已经将后面的石垫 摔出了数十里外了 这点距离 对普通的凡人来说 那自然也算极远了 但是 对韩力这等存在来说 仍不过是 片刻之间就可追上的 但是不管怎么说吧 距离呢 再一点一点的拉开 韩力心中 总算是 为之一松 并且心念一转之下 开始思念后面 那名女子 到底是什么来头的 同一时间 后面 十点当中 蓝色工装女子 已经坐在 大殿中心处的 一把石椅上 目光清冷的望着 锁追方向 眼皮都不带眨一下 哼 这人族小子 当年不过是下界 区区的一名蝼蚁存在 如今呢 不过千余年不见 竟然进阶 合体中期了 还学会了 这般惊人的 变身之术 看来 倒也不容过于小瞧啊 不过真以为 这点神通 就能从本座眼皮子底下跑掉吗 这也未免太异想天开了吧 女子欲容一尘 自语了两句 接着 默然立合一声 石杆 你二人立刻 开始顺移吧 如此长时间 也足够你们锁定此人的位置了 遵命 袁寨大人 我二人立刻开始传送 但是位置可能会有理许的偏差 还望大人多加注意一下 一个嗡嗡的声音呢 突然之间 从石殿天花板上传出 那边石板呢 一阵蠕动过后 赫然幻化出了一组 粗糙的聚脸出来 哼 理许距离 根本不算什么 足以让我拦下这个小子了 好了 马上开始传送 女子毫不在此事 果断异常的吩咐道 是 这一次呢 聚脸没再废话 立刻应声答应道 下一刻 人们急速飞盾的石殿 突然之间一顿呢 在空中停了下来 接着在两种腔调 异常古怪的咒语声中啊 石殿表面一阵灵光流转过后 涌现出了密密麻麻的五色符纹出来 这些符纹 异常的闲妙深奥 在配合咒语声的一阵狂量过后 突然脱离石殿 四散而出 并在滴溜溜的转动之中 一下子在四周呢 形成了一个超大的五色浮阵 石殿呢 正好身处此阵的中心处 并在绚丽光辖的闪动当中 一晃不见了踪影 从一时间呢 正在鼓吱飞动的寒历 忽然感应到了离许远的虚空呢 一阵波动传来 心中一惊啊 不由转头望去 这间不远之处 一个巨大的浮阵 正无声的浮现而出 里面五色霞光一闪之下 似乎呢 有一个巨大的物体 正要隐隐约约的 现身而出 不好 韩丽四身也精通瞬移和法阵之术 哪儿会看不出 这是一个难得一见的 巨型传颂扶阵啊 当即 一声长鸣过后啊 巨鹏四尺一顿 也停下了顿光 但是眉宇之间一团黑气闪动之下 一道血痕一裂之下 黑色树木 漠然的浮现而出了 正是韩丽呢 在体内啊 早已培育到不知道多少年的 破灭法木 就用巨鹏之身 强行的逼了出来 这 也知韩丽啊 如今已经进阶合体 换作以前 那是万万做不到此种事情的 破灭法木啊 只是在炙鹏头颅上的 腰异的滴溜溜一转 一根黑丝就一喷而出了 此黑丝刚一喷出 纤细如丝 但是一个晃动过后啊 竟化为了碗口粗的七黑光柱 一闪提示之下 没入虚空中不见了踪迹 轰一声 黑色光柱一下子 在浮阵近在咫尺的地方呢 闪现而出 并狠狠地击在了浮阵之上 发出了惊天动地的爆裂之声啊 顺时的黑芒刺目耀眼 五色霞光 方滚不定 两者交织成了一团 将整座的浮阵都淹没了进了其中 巨鹏呢 做出此等攻击过后 梅雨之间的法木一闪 立刻消失 同时呢 四尺一山之后啊 就再次一动地向前击射而走了 净丝毫留下攻击之意都没有 显然呢 韩丽也很清楚 破灭法木的攻击 绝对没有办法真正地伤到对方的 故而呢 才会走得如此的果断 那么事实啊 果然也是如此 当爆裂产生的巨大的灵光 一闪溃散过后 巨大的浮阵中心处 空间是一阵的扭曲模糊啊 巨大的时点 有些亮强的浮现而出呢 不过 在混乱的空间之力的作用下 时点没有办法马上飞顿去追巨鹏 只能呢 盯着一层白色的光照 在一股股的波动中晃动不已 破灭法木 端坐在十点钟椅子上的女子呀 目动此景 一字一顿地说道 脸色变得有些难看了 韩丽说话巨鹏 此女目睹之下 几个闪动 就再次画一个黑点远去了 马上再给本座追上去 女子双眉一挑啊 立声吩咐 萧尺之声在整间大殿当中 回荡不已 显示主人的怒不可遏 回禀大人 因为受到空间之力的影响 我二人必须稍作调整 才能再次催动法力啊 巨大的石脸再次一闪的 出现在了大殿的顶部 并有些歉意的嗡嗡的说道 哼 等你们调理好体内的法力 这人子的小子早就跑得没影了 好了 我来助你们一臂之力 女子哼了一声 两手一下子握住了 十一两边光滑的把手 同时呢 体表一层层切黑的魔器滚滚而出 并有灵性一般的 往把手中狂驻而入 多谢袁煞大人相助 我们马上就可行动了 石脸露出了欢喜之色说道 而几乎呼吸的功夫过后 石脸体表白光一阵流转之下 就再次一闪的鸡射顿走了 石脸这一次的传送 虽然没能拦下寒厉 但是 也的确与寒厉 距离一下子拉近了不少 故而那女子毫不气美的 继续的狂追了下去 寒厉啊 自然仍然是闷头的逃顿不停 就这样 每当寒厉呢 将距离 拉得稍远一些的时候 女子呢 就必定动用 石垫的传送能力 一闪的将距离重新拉近了许多 杭丽回头一看 看来今天这关不好过 这个女子不好逗啊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凡人修仙传 第1274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